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天父在主耶稣基督復活得圣的日子 你所救赎的子民 聚集在这里歌唱赞美 你的恩典是靠我们用的 而且风足有余 各人的体会虽然都各各不同 我们的祈求主 特别今晚今早早带领我们 让我们恩着你的恩典 进入真理之中 能够享受你的丰富 天父我们很多的事情 应该知道的 我们无法知道 很多的工作 我们应该去做的 去特导的 我们也都做不到 我们要祈求主的赐面 联敏 做一次用你自己的话 激励我们 虽然有时我们想到你给我们的功课都几难 但是我们相信你既然是这样安排 你派给我们 也都会提出我们的力量 主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亲 又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同心在这里仰望你 今早早这段思想你画的时间 我们求主掌管 引导 即使你的圣灵的混合 是在讲的 翻译的 我们心中的意念 口中的言语 都在你的面前 忙月亮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特别是初来到教会 听到的人 求主更加的 特别的 向他诗恩 给他 在圣经的里面 在你仆人 所宣讲的 能够得着益处 我们的光景的教托 祈祷 托礼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尽管 可真能到 希望 平安 福乐 尽管有好多人都好希望有平安福乐 可真能能 们靠 看着 如果这个话 这个叫 福乐 你呢 这叫 会充 就好像这张辉春那样说 福乐年年 不过 但能生日子等 能生日天人 苦难 其实人不留 不过在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却是发现 苦难是无可避免的 主耶稣就 明明白白 这样说 主耶稣就明明白白的 这样说 多时之后 两门无苦难 在地上你们有苦难 不过 他就不是说说到这里就停了 更加重要的是他跟着来的说话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 圣归了世界 我已经圣过了世界 诗篇23篇是能合作的基督徒 非常欢迎的诗篇 诗 诗篇23篇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很喜欢的一首诗 在第五节的上半节 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原则 你为我摆设原则 有些人这样解释 就计得性的将军 一个得性的将军 俘虜了这个敌尖 俘虜了他的敌人 他们就把他所俘虜的敌人 或者是困在一个监里面 或者是用铁链锁住他 就陈列在他原则的面前 那么这个将军和他的战士就在那里大吃大喝 来庆祝原则的胜利 来到庆祝他们的胜利 所以这个就是多话敌尖的面材 留话摆设原则 这个就是说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原则 我们做中国人的 我们是最讲究吃的民族 我们是最讲究吃的民族 如果是这样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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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就宁可吃几块面包就算了 我是不是情趣呢 有什么情趣呢 有什么情趣呢 道话敌尖的面材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原则 你要为我摆设原则 你为我摆设原则 有一个作者 意思就是牧羊人 他是一个牧羊人 到1975年 在1975年牧师看过他写的文章 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最好的解释 牧羊人带领他的羊去到草场 到背正开始斑腰的时候 在未曾开始放羊的时候 牧羊人就想去检查这片草地 牧羊人就会先检查这片草地 以多了检的猪股 他也带了一些很尖的器具 检查这片草地 去检查这片草地 如果有对药或伤害的特仇 对于一些会伤害羊的毒草 或是任何的食物 或是任何的杂物 那么这个牧羊人就 有两根 让他叫出来 这个牧羊人就连根 将这些东西叫出来 叫出来 叫出来之后 就不是乱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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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草地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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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來描述這些羊來草地的時候 他盡可以放心地去吃他們的鹽植 羊的鹽植就是這些清亂的草 但是當他們吃的時候 他們的敵人就是在石頭上面被烈日曬 對於這些羊來說 就是說你為我擺設鹽植在敵人的面前 主耶穌說你們有苦難 但是你們可以放心 因為我已經勝過了世界 世界已經被主打敗了 撒旦的掌死權的仇敵也都已經被打敗了 今天是星期日 星期日就是慶祝主耶穌基督復活的日子 在世上有苦難 但是我們不需要擔心 但是我們不需要擔心 苦難不能跟著我們上天 苦難不能跟著我們上天 就算用最有力的火箭 無論是美國做的 無論是美國做的 無論是俄羅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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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注意 再沒有蘇聯這個國家存在了 大家要注意 再沒有蘇聯這個國家存在了 如果你要說的就是俄羅斯 還是歐克蘭 如果你要說的就是俄羅斯 烏克蘭等等 就算是在中國做的火箭 亦都沒有辦法把苦難送上去 對於我們這些有永生的人來說 苦難是暫時的 苦難是暫時的 有三節的聖經 我想和大家一起去分享 這三節聖經 這三節聖經 這三節聖經都是說有苦難 請大家看《彼得前書》第一章第六、第七節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 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練中暫時休守 叫你們的信心記憶 叫你們的信心記憶事業 就比那彼會的經驗中暫時 驚享寶貴 就比那彼火試驗 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 去到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 得著稱讚、擁有尊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 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第二節聖經是在《彼得前書》第五章的第十節 那是諸貴恩典的上帝 那是諸貴恩典的上帝 曾在基督女召你們 得向祂永遠的榮耀 得向祂永遠的榮耀 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強顧你們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堅固你們 賜力量給你們 榮耀是永遠的 苦難是暫秀的 苦難是暫秀的 差不多價值值的學相見就是 哥林多後書第四章 差不多跟這兩節經文很相似的 就在哥林多後書第四章 剛剛我們所讀的是 司徒彼得所寫的 是彼得所領受的 是彼得從聖夜店所頂約的啟示 是彼得從神那裡得著的啟示 看看保羅怎樣做的 哥林多後書第四章第十七節 我們者自暫自輕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膽不必的擁有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的榮耀 這是永遠的擁有 這一個是永遠的榮耀 即是暫時 即是永遠 沒錯 沒錯 一食 肖酷三十年 沒錯 約室他受苦三十年 但是你知道約室一生有多少年 約室一生有多少年 約室一直活到一百一十歲 即是永遠 即是說 一百一十年 即是享盡埃及的榮華 即是說有八十年 他是享盡埃及的榮華 是三十比八十 是三十比八十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屬主的人 主應許我們的 主應許我們的 要給我們的 是永遠的榮耀 苦難是暫時的 榮耀是永遠的 榮耀是永遠的 這樣 如果我們深深的相信 能競爭 苦吼必無間 我們就肯定苦吼必有今來 日本能 競爭面對苦難的勇氣 亦都比我們更加有面對苦難的勇氣 請我們一起打開 參詩記第四十一章 請我們一起打開 《創世記》第四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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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節 《創世記》第四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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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格和誠信的檢查 也不用北上去填布批准 我就叫你做宰相 於是就直接了當 若瑟就做了埃及的宰相 當埃及法老他一面講的時候 相信若瑟他就一面在想 他就想回他少年的夢裏面 哎呀 早點的夢 見不知緊張成了少少 哎呀 昔日的夢今日竟然成為事實 若瑟他知道無論人怎樣做 每日以中有些農業 他的兄弟怎樣氣弄他 他的父親聽到他的夢說他荒唐 但是上帝的權能卻超越一切 若瑟是一個當事人 一心來最明白 他心裏面最明白 我的夢為何會成為事實 是上帝使他成為事實 是上帝使他成為事實 上帝為了要使我的夢成為事實 上帝為了要使我的夢成為事實 所以就叫我 加一錯 但兼監禁我 於是就使我去跟那些被監禁的官一起發夢 於是就使我去跟那些被監禁的官一起發夢 過了兩年又再叫法老發夢 然後就叫法老去重用藥室 叫藥室成為埃及的在乎 為了法老去治理埃及全地 藥室就從這個法老取得權之後 他就不是入去三宗就秋後算帳 他就沒有去找那個去屈他的主母 若是也沒有去找那個去屈他的主母 若是他也沒有去大棟草木去建他的府邸 若是他怎樣做呢 若是他就出去巡行全國 若是他出去巡行全國 用現代的說話 就是深入人民中間 了解實際的情況 他就可以親自念福力章的時候 仍然能夠擔當長途的旅程 即使當日法老的富居也不錯 當然比不上現在的盧斯萊斯 或者是Benz 但是相信當日埃及的路 沒有的 加林邊頭 當然沒有加林哪裏那麼好 所以誇張一點來說 或者是路是幾乎兩骨頭都登山 於是路就崎嶇可能連骨頭都登山 不過如果不深入民間 於是不必了解實際的情況 他就沒有辦法了解實際的情況 作為一個管理階層的人 作為一個管理階層的人 最怕就被當中級或下層的員工所蒙蔽 最怕就被中級或下層的員工所蒙蔽 一式的夾黨 約識的行動 去送的創建 去巡行全國 這就是一個堵住破口 他就去堵住破口 這就是一個了解難免的事情 他就去了解人民的實情 然後作出加格的判斷 然後就作出正確的判斷 七年後年 七年封年 一式就 虧稅 虧稅超稅 約識他就超稅 他就抽百分之二十 他就抽百分之二十 就比香港現在的稅網 就稍微高些少 不過 還是可以減少的 不過仍然可以忍受的 所以 就 就 體 經在 的 於是他就逐年 就起更多的糧倉 就這樣 先的糧 少接來 固的糧 就拿出的 他就把新的糧 收入來 把舊的糧 推出去 就假育 做風靈 難免來學習 就去教育 訓練人民 來合作 因為 不再 設計 方面 因為面前將會有七個方年 到空宵的日子 在風宵的日子 難免小朋友 就難免手指縫 會闊了少少 就是 就是 洗起上來就會比較 闊瘦了 不過 將浪費 減到最少 不過就將浪費 減到最少 在你收入好的時候 應該要積蓄 大夫就由天 小夫就由勤劍 在加拿大工作的時候 有一個青年人 離開學校之後 離開學校之後 有空間 有一份工 有小小積蓄 有小小積蓄 他就動起了一個念頭 說要買車 他就騙了一個念頭 說要買車 他媽媽就說不要 買屋好些 買了車 經營掛念 什麼都沒有 買了車之後 用幾年就沒了 買了屋 買了屋之後 一方面可以住 一方面可以住 逼你 逼你繼續供樓 於是就成為儲蓄 他在豐年的時候 用他的積蓄 來防備 防備方年 一直將來破壞 弱室他這樣鋪排 弱室他這樣鋪排 不單止叫那個可怕的成為不可怕 難忍受的可以忍受 而且藉著這樣 使國家積存了大量的財幅 來小郊走路 來修橋 改善交通 政府的瓜王主 本要充足的政罪 政府的官員就給他有充足的薪水 於是有廉政公署來抓 如果你有貪污我就對付你 興奮學校 為色男妻 為育人才 改善治療 及窩囊的實施 改善醫療和安勞的設施 在藥室苦盡今來的時候 聖經裡面特別有三節的經文 來描述這個妻子及窩囊的子 來描述他的妻子及兩個兒子 絕對五十節 九五十節 在第五十節去到第五十二節 要特別來指出這個妻子的敵書的信號 聖經就特別在這裡指出他妻子一個特殊的身份 要特別指出這個窩囊的子子的意思 在創世紀四十一章第四十五節 在創世紀四十一章第四十五節 我們看到當法老他決定要重用藥室的時候 他做了兩件藥室不能抗拒的事 但一樣東西就是為他改名 這個名字很有意思 這個名字非常有意思 很長 沙發那瑞巴內亞 沙發那瑞巴內亞 但是這個名字非常有意思 就是世界的拯救者 就是世界的拯救者 大大提高入室 就大大提高入室 第二件事就是將安城的濟師的女兒給藥室做妻子 請各位注意 智師的女兒和今天牧師的女兒是不同的 在當日的時代 東方國家的智師 就是貴族 法老他為何要這樣做 法老他為何要這樣做 他就一方面抬舉藥室 另一方面就將藥室立入貴族的行列 另一方面就將藥室立入貴族的裏面 改變以時的掛賴的奴族 及身份的行程 就改變了他是一個外來的奴隸的身份和形象 法老他為何要重用 法老他為何要重用 因為制造紫色人當 是為洗衣及谷居的王昌廣關 因為他知道這個人能夠使得他的國家完全改觀 但是藥室不能擺佈是一件事 但是藥室他被人擺佈是一件事 他為他的兒子改名 這就正正顯出他的心意 藥室為了他兩個兒子 他為了他的獎子 他為了他的獎子 起名叫馬那西 這意思就是 神使我忘記了直接的空空 意思就是 神使我忘記一切的困苦 這個很容易明白 過去的事 別提了 別提了 畫畫給 創的 我和我父的全家 什麼意思呢 什麼意思呢 若是他會不會把這個被家破掉了呢 若是他會不會把他的父家忘記了呢 其實是忘不了的 其實是忘不了的 我們以後再看下去的時候 在創世紀第42章43章 在創世紀第42章43章 當他的十個哥哥聽從他父親的命令來到埃及去找糧食的時候 現在不再是他這個瓜 他這個子上就是這裏 他的兄弟就不知道這個官這個宰相原來是他們的兄弟 但是若是他一看就知道這班是什麼人 若是他沒有辦法忘記他的父家 他就將他父家的妒忌和紛爭忘記了 他立志要將這些事情忘記他 改換一個新的心 因為他的家人的無知和心胸是合宅的 是非常之自私所以才有紛爭 為何要忘記 這些應該要忘記 雖然不習慣 但是若是 雖然不習慣 但是若是立志要忘記 但是若是立志要忘記他 你和我 你和我亦都難免去想起 有些人做一些對不起我們的事 有一個人有一個方法 值得參考 他說他每一次想起這件事的時候 他就舉頭望天 他就效法主耶穌的祈禱 他就效法主耶穌的祈禱 主呀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若是五個立志 矮講歸可悲的小王 若是他不單純立志要將過去父家的仇恨忘記他 他也為了以赤字來起名 他也為了他第二個兒子起名 他第二個兒子起名叫做以法蓮 以法蓮的意思就是三倍的果子 以法蓮的意思就是雙倍的果子 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九年 中國基督徒的總數是七十萬 一九五九九一九七九 但是一九五零至一九七九 這三十個不容易的年頭裏面 這三十個不容易的年頭裏面 這一個苦難 這一個苦難裏面 這一個苦難裏面 這一個基督徒的強制 而且是在這個苦難裏面 這些基督徒的見證 他們繼續傳福音 他們繼續去引導他們的家人和朋友信主 他們這樣做是要冒險 教會的人數增加 不單是一個義法蓮 是幾個義法蓮 談到受苦 沒有人不怕 誰不怕受苦 誰不怕受苦 但是那些受過苦的人 他們對人對自己 他們對人情世故 他們對真理對上 他們對真理對上 他們的認識就更加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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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金是從苦中出來 不是誇大的 七十年代的時候 在七十年代的時候 牧師的兩個子女去參加一個長輩的仇宴 在南北罕的潮州酒家 牧師有事所以沒有去 牧師有事所以沒有去 等來我就問他 回來的時候就問他好不好吃 好吃好吃 他就答好吃好吃 要不要吃牛奶 胡奶 臨尾的時候就吃這個胡奶 不過吃牛奶就吃牛 不過就吃了這個胡奶之後 就喝一杯苦的涼茶 但是後來又覺得有些甘的味道 你和我都喜歡喝潮州茶 有時喝到好的茶 有時開車的時候 為什麼好像有些甘的味道 因為那些茶味在牙縫那裏 那裏 那裏就撐不出來 暖口水 撐不出來 於是就混了一些口水 慢慢滲出來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試過 一吃是神經的能力就等 若是聖經人物的裏面 是神經的會經就等 是信心為人之一 紀錄最長的一個 因為他一生有很多東西可以記載 有很多東西都值得我們效法 他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好的榜樣 就是他在危難的時候去依靠主 一吃至少年到年老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好日子 因為他的母親一早去世 他的父親就偏愛他 但是偏愛最終就變成害他 因為他十個哥哥看到父親對他的偏愛 於是就妒忌他 他的兒媽就是大娘 他的兒媽就是他的大娘 又沒有這些對她好 又不見得對她好 一吃到幾天的日子 要失在家裡的日子 是不容易的 是不容易的 後來被他的哥哥賣掉 這段日子是更加的痛苦 但是他是在這個期間 以朝向天來出來出路 他就向天來運出路 他在苦難裏面的力量 就是上帝與他同在 若失在痛苦的裏面 他倚靠爺和華 這個就是他真正的智慧 創世紀四十二章第十八節 只能一吃假意 講到就約失他的哥哥 買糧食的時候 四十二章第十八節 約失對他們說 我是敬威神的 如果你們照我的說話去行 就可以復活 至少一吃 是埃及的宰相 即使約失他是埃及的宰相 約失他公開的這樣講 住以他不是用希伯來話來講 他用埃及說話來講 他就是用傳話的人 就是第二十三節 就用翻譯緣來譯給他哥哥聽 我是敬威神的 我是敬威神的 不以格而漂白 不過他自己這樣 我極有限 好極有限 不知看另外幾節是怎樣 不如我們看多一個地方 四十三章二十三節 四十三章第二十三節 就是另外幾節的時間 這裏是另外一個的時間 家宰就是約失的管家 你們可以放心 你們可以放心 不要害怕 是你們的仙 和你們的仙 是你們的仙 是你們的仙 和你們的仙 是你們的仙 是你們的仙 演加對約失的哥哥 這班的リーフ哥的說話 有名字 即是埃及的管家 就表明了 埃及的管家 意認識仙 他意認識神 予↑ 予↑ 將意的見解 打出來 他亦都將他的見解說出來 逆識 的管家 邪 né 我認識神 為什麼會認識神呢 就當然是約失跟這個管家做過一些見證 他就將他的經歷跟這個管家來分享 我所信靠的神 可信可告的 有些人在困難的日子倚靠主 但是到富貴的時候就走養了 但是當約失做了埃及的首長 他就繼續保持跟神一個好的關係 他就繼續以他所侍奉的主為自保 他不放棄也不放鬆 他繼續維持一個敬虔的生活 年終歲晚 想用一節的聖經送給各位 應該是兩節 好事要成雙 耶利米書 十七章 七和八節 耶利米書 十七章 七和八節 以靠耶和華 以耶和華為可靠的 那人有福了 他必將樹栽於水旁 在河邊窄巾 岩漸漸漸 嚴熱來到 並不懼怕 並不懼怕 有此就必切除 葉子仍必清脆 在乾漢尊 毫無掛慮 而且結果不止 我們在我的朋友 夫婦 他 直下公圈 幾年前牧師和一對朋友的夫婦 就去到公園 在溫哥華 在溫哥華一個公園 走走走的時候 就見到一棵樹 那棵樹非常之大 鄧先生 他說陳先生 我們看看我們兩批四個人 可不可以將這棵樹圍住 鄧先生 這個陳先生 大牧師九歲 說你意思 白痴白痴 傻傻 破了些 他說為什麼 在日子裡這麼傻 要去抱一棵樹 所以還沒有去抱一棵樹 他就沒有去抱一棵樹 他就沒有去抱一棵樹 但是既然我這樣說了 就要做 所以說他就要去抱一棵樹 於是牧師就去抱一棵樹 他抱一棵樹 在抱一棵樹的時候 他沒有直接感動 心裡有一個感覺 非常奇妙的感動 一個非常奇妙的感動 很直接 神奇的感覺 有一種神聖的感覺 這棵樹 在抱一棵樹 然後 抱不抱 是 你抱不到了 但是這棵樹 是否有一個神聖的感覺 是但感受到一種神聖的感覺 因為他就有一個 一棵 一棵 一棵樹 就因為知道他有一個好心 好心的根 然後 一棵樹 一棵樹 然後這一棵樹 才能夠有這麼大棵 等等 我們同心祈禱 趁他主在我們一生的念日 我們不知道我們要遭遇 你是一個善 但是我們知道 你是永恆的神 你是救贖我們的主 你幫助我們 從我們一生的道路 引動我們 我們呼求主 在這個 碎手念中的時候 特別讓你的還 堅固我們的信心 叫我們能夠有力量 來面對 未來的日子 同心祈禱 祈禱耶穌基督的命 好